3 2 1 來看一下 空 再改在這前面一點點 空 怎麼會是空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 空這個字的概念我很喜歡 因為它其實對演員這個身份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隨時把自己 進空 才能夠讓更多 不管是靈感也好 不管是感受也好 進入我們的身體 每一次每一個角色的來 我們都會很期待它 可是我們有時候 更需要學著怎麼樣告別一個角色 那 告別一個角色其實就是想要把身體 腦袋、心靈、晉空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在2020年 我們也在學習面對很多的告別 所以我也想要用這個字來 祝福大家 送給大家 就是我們對 在這一年當中 有一些不愉快 或者是跟你想像不太一樣的事情 我們學習的把它放空 學習的跟它說再見 對 那 第三個呢 當然就是因為今天來到了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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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樓空的 樓空 樓空 樓空的現款的手錶 對 它帶給我一個概念 就是 其實 在 在我看到它的樓空的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是 足足盯著它看 看好幾分鐘 對 那其實它的樓空設計呢 真的能夠讓我們 越看越深 越看越深 然後看到 對 非常著迷 然後看到非常多的細節 對 所以其實這個感覺 也很像是我們 對於一個角色的態度 對 或者甚至是 對生活的看處 我覺得都是 這個 Multiple的手錶 它帶給我很棒的人 好 感覺 超過的 嗯 超過的 天然 就罵 清造 空邊 空邊 空邊